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2年的2月7号星期一 今天是中国大陆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那么我们呢就从春节说起 刚刚过去的这个虎年春节 是令中国人最兴奋的一个春节 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虎年春节呢 也是令中国人最愤怒的一个春节 我们经常有这种感受 几十年里面 我的这种感受呢 应该说是愈演愈烈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爱国者 热爱中国的人 你必须要有一种极强的能力 什么呢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情感管理的大师 否则的话 不抑郁 也要自杀 经常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 自卑与自信 自贱与自豪 快乐与悲哀 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邪恶 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感受到的 然后呢 形成着你的自己的 或正或负 这样的一种情绪 应该说 几乎伴随着 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就像今年的 这个令人最兴奋 也又令人最愤怒的春节一样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一个分裂的中国社会 你不以一个分裂的人格去面对它的话 那你是没法活的 那么 就像刚刚过去的 这一个星期 我们耳濡目染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耳濡目染了 应该说史上最唯美的 一个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没从头至尾的看 都是一些个片段 桥段 但是已经足够 让我这样的一个 身在海外的中国人 由衷的感到自豪 前天晚上跟一些朋友们在一起 喝酒聊天的时候 中心的话题就是这个冬奥会 大家都在给 张一毛先生点赞 觉得 张一毛 奇思妙想下的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 把一个 我们心中的中国 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给做出来了 那么不仅仅是这个开幕式 那么围绕着整个冬季奥运会 从筹备 到这个组织 可以说中国人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热情 和慷慨 表达了中国人对 四海来宾的 由衷的欢迎 实际上没有这么好的 奥运会的主办国 实际上世界历史上 可能从来都没有过 这么慷慨的 东道主 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什么呢 关于这次冬奥会呢 这次冬奥会 总共运动员是2925名 那么扣除呢 181名中国的运动员 总共有2744名 来自于中国之外的 这个外国的运动员 那么作为 东道主 作为主办方的中国 我们 是怎么样欢迎他们的呢 作为主办方 中国的筹委会 就是中国 给每一位来华的外国运动员 都准备了 一个大礼包 里面呢 有总价值 7999元的礼品 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 运动耳机 包括了 响链 包括了 什么 还有 三星的最新款的 折叠手机 等等等等 一个大礼包 令外国运动员目不暇接的 炸了眼球的 这样的一个大礼包 每一个走进客房的 外国运动员 当看到了这个大礼包之后 无一波 倍感震惊 震惊之余的就是现场直播 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这份 意外的惊喜 那么有好事者 算了一笔账 就仅仅中国政府 给每一个运动员 准备的这个大礼包 2744名外国运动员 每人一份 价值7999元的这个礼品 就这一项 就花费了 21949256元 就送给大家了 尤其奇怪的还是什么呢 就是在中美贸易战 进行了如火如荼的 两三年之后 在美国全面的 从技术 从贸易战打到技术战 然后从芯片 以芯片为核心 全面的这个 制裁中国 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相应的产业 出现了莫大的困难的时候 正是敌军 围困万千虫 正想方设法 要突破围剿的 这样的苦斗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当下 这个当口 我们送给外国朋友的手机 竟然还是三星的 韩国的三星手机 很多网友说 为什么不送华为呢 不知道 为什么要在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广告的演 这么好的一个广告的这个时机 和广告的这个当口上 如此慷慨的 为韩国的三星手机 做了这么大一单的广告 不懂 没有人懂 没有人懂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的就是 令我们眼花缭乱的 中国人的天才的设计 中国人天才的那些个构思 一项又一项地 落到了奥运会的 各个场馆 厅堂居所 总共六百七十八道的菜品 还不包括 因为适逢中国的春节 在六百七十八道菜品之外 还准备了适合于 各国运动员口味的中西餐店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餐店 这些个美食 又都 在全机器人操作的 千人或者百人的大食堂里面 运用着最新的科技手段 从 这个白岸到红岸 一直到上灶台 直到 送到每一个用餐者的这个手上 实现了全过程的 无人化 既高端 又 卫生 又防疫 我们还做到了什么呢 距离日本的东京夏季奥运会 半年之后 既睡过了这个日本人 这个发明了高科技的纸板床之后 来自五大洲的世界运动员们 享受到了北京冬奥会 为大家精心设计的 具有八个遥控模式的智能床 比301南楼的那个高端病房 那个床听说 这标准都不差 都不差 那么 从入境 到比赛 直到最后一天离开 他们在中国人民 清理为他们营造的这个泡泡中 在完全 在绝对安全 和极度舒适 这样的生活和比赛环境下 他们将度过 他们这一生 我估计都难忘了 冬奥岁月 哈哈 专线 专车 专人 专门 专供 一切都是专门的 这样的待遇 那么 伴随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今日中国乃至今日世界的最新的科技成果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汽车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高铁 那么 那么呢 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 甚至给空气 做起了核酸 还有什么 26国的来宾 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或者主要来宾 再加上 什么 其他的 什么世界组织的啊 一些个负责人 总共30多个人 你看看 习近平和他的夫人 彭丽媛 做东 在 昨天 还是前天中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对他们 做的那一次宴请 又一次惊艳了全世界吧 别的不说 你就看看那个餐台 那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那样的一副 餐台 几十人围坐 一长方形的餐台里 中间就是一副冬奥的山水全景图 为了这么一顿一个小时的饭 我们中国人真是怎么办 真是用了洪荒之力了 中国政府 太棒 真给中国人民争得了最大的念 让每一个 华夏儿女 因此而倍感自豪 那么我看看 围绕东二会 我们就说的这么简简单单的 就这么几条 如果用单词或者文汉字怎么去形容这个冬奥会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好 还有呢 恨 因为好 因为这份恨 让我们中国人感觉到我们过了一个最兴奋的春节 最自豪的春节 最有面的春节 但这不是虎年春节的全部 虎年的春节 还是一个令中国人最愤怒的春节 中国人的愤怒从何而来呢 虎州的性奴事件 大年一时爆出的封线配线等等虎州周边的这 这个区域爆出的这个性奴的这个事件 那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 那个住在像猪圈一样的 叫房子的那样的一个房子里的女人 那个生个八个孩子 然后每天啃着一块馒头 在猪圈一样的地方生活着的 还被拴着铁链子 被铁锁给锁着的 那个女人 这个事件 引发了 网络的海啸 而 一个星期 中国的官方所有的媒体 保持了 高贵的沉默 中国人的愤怒 这个春节的中国人的愤怒 来自于 虚州的这个事件 也来自于 音音这个事件 和滔滔民意的 沉默的中国的官媒 和中国政府 以后我们继续 来自于 感谢观看